当年苏军占领中国东北期间,苏军对东北的日资工业工矿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 苏军走的时候,基本上他把整个中国的东北拆空了,苏军占领东北的期间,东北的铁路日以继夜的运送这些装备 苏军在东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,当时的统计是价值20亿美元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东北,整个东北的GDP超过了日本的本土,所以当时东北是非常厉害 闯关东干什么?闯关东就是找饭吃,因为东北非常的繁荣,俄罗斯就是贼,一向如此,这个民族就是贼